大家好 大家好 早晨 今天我是豬隊友 繼續說 你有什麼想說 我看你只開了電腦的新聞給我看 但你又不是說我的新聞 令到我常常都混亂 你一直誤導 一看那些巨魚 DJ Soda 林明晶 林霜 講什麼新聞你的眼睛都會聚焦 男同女的分別 最明顯的就是空前的群肉 哪有男人不喜歡的 看見目定口癌很正常 證明什麼 證明豬隊友身體健康 機能良好 我想說這宗新聞 為何要豬隊友參加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美辣 那個什麼達哥 我都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 說很旱很旱 美辣和達哥有牛毛 完全不拉近 霍哥高過我的人 不知道 那麼高 大哥 我不想說真的 說回這宗 之前我也有說過 雖然我不知道 別人究竟是什麼關係 之前那宗新聞 為何我知道有美辣 因為蘋果冬心 不是蘋果冬心 他就說我沒有逼前女友墮胎 還說人家亂搞男女關係 當日我也有唐邊殼的留言 對啦 對我有一個朋友 留了很大串言 他就說我整個風格就是八婆 師奶不做資料搜集 夠說 喂 那大哥啊 你進來的時候 我沒有說明嗎 這個是我不對 就好像你去吃大排檔 人家吃完就說 屁股 這麼骯髒 有老鼠在旁邊走過 唉 那我以為大家 應該了解明白清楚知道 我這個台的風格是什麼 喂 好像你打開這個ViuTV 你不是期望 看到CCTV4 那些節目 在ViuTV播出 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期望 那就真的 I am so sorry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社會風氣還是新一代 或者一些人呢 比近年那些 社交媒體的分圖 或者填納式的洗腦 就令到大家都好像 很喜歡找一些人 講的論點或者立場理據 是比較傾向自己覺得 好的 對的 或者支援自己 的想法 的人的說話 那其實說真的 那同一件事 不同人有不同的觀點立場 那永遠你一言堂 或者隧道效應 去分析 或者去審視那件事 就未必是可以很宏觀 或者很多元 去多角度 去多些空間 自己再去思考 去思考 去想這件事 那如果永遠只是 一加一等於二 那永遠只有阿二 就是吧 最慘的是我不夠偏激 就是你一是呢 就是當然啦 我的偶像陳怡的姨姐 是不是 不是蝕影兒 那她起碼做到 哇 你看一下 她幾萬的那些Viu數 全部人都是 agree她的 都是 哇 最緊要就是做到這個效果 我要洗你們了 陳怡其實真的厲害 其實陳怡呢 我覺得她絕對是有能力去做 那些什麼真理教教主啊 那些什麼 那些伏克教啊 之類的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聽得到她說話的人 就很 很自然地會傾向她的那個 價值觀 或者她說的那套 那個方向 會慢慢被她帶走 因為她真的很臨離盡 地 罵啊 或者很 那些男人來了 賤格 好像她不斷砌磚仔 砌磚仔 砌磚仔 然後砌一條路 讓你走很舒服的去聽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會加入了那個理念教 問題就是 有好有不好的 有些人就喜歡聽 有些人覺得過癮 但有時候會不會被這些 風向去帶走自己 應該有的一些獨立思考呢 無論黃和藍都好 當初 Day One 2019一爆的時候 你看得多 你喜歡那個Channel 又或者那個人說的話 你就慢慢慢慢去 還蠻蟲 現在就這麼多 被人 怎麼說 撿手尾 被人撿了進去 不講政治話 就講講這件 歡迎大家留言 有碗說碗 有碟說碟 其實梅辣 朱隊友 剛剛開始的時候 一直都有看 當年梅辣真的很好笑 他的短片 那時候 還有那麼多廣告 直入式的東西 純粹是課分 即是得淡笑 也很出色 尤其是 Judio也很喜歡看 家聰和六豪指 互相隔下 即是那些短片幾分鐘那些 但慢慢近年 梅辣可能紅了 又或者他多藝人要照顧 各樣東西 他開始有些傾向類似大台的做法 很多廣告商 直入式廣告 或者會搞那些 夏日濕身大派對 那些 那些 慢慢慢慢 旗下的藝員 就出走 離巢 現在終於說我們沒有看梅辣 但是梅辣當中 創會那批 我想現在 都可以獨當一面 某幾個都 我真的不喜歡看香港的 YouTuber 首先我覺得他們不夠 淋漓盡致 澳門的 澳門和香港什麼一家餐 你對 澳門福利好過香港十萬倍 人家每年派一晚 這天都應該有二十萬落袋 你瘋嗎 你不叫他去澳門醫院門口放下的兒子 哦 你對 我一不開心就會看台灣很crazy 昨晚我一邊踩那個阿婆單車 一邊開去看 哇 crazy man 但阿婆單車一定要穿阿婆底褲 哇 真是好鬼堅 看crazy man 再次安利大家去看 一不開心 真是笑爆嘴 他這樣死 找一條很猥瑣的噁頭馬 牙子又黃又成 一笑起來 就真的覺得他想強姦阿婆 那些噁頭 穿一條落水即溶的胸胸 就找八個大幫妹 以前想當年年輕的時候 回去大陸特骨的時候 很流行的紙底褲 那些紙底褲一穿 只要你有生理反應 如果你夠堅挺的話 你這條紙底褲是會衝破一切 它不是紙底褲 它是積容 好像那些唐衣 那條褲子 屍體也看不到 嘩 那些更好色 那些好像以前人家罵金魚 那些孫子 對 Yes You are damn貴 你就懂事 它是搞笑到 那條褲頭帶有個圈 然後兩隻腳也有個圈 有條線扭著那兩個圈 等到那兩個圈不要掉下去 總共有三個圈 大家自己露捕一下 但是前後都是真空實的的 然後他一跳落水 那八個大幫妹 就跟他玩遊戲 但是兩秒內 那條底褲就是消失術 消失風雨中 沒錯 那些圈圈就不可以讓他浮走 或者掉落地 不會掉落地 因為是穿了一條腰 我又穿在別處 我以為老捕 我以為 好像他們那些 長時間人只有一對手 然後你掩前就不掩後 那你總有一件事 我沒有想要掩自己 我會抱著他們 那只要我 不如你自己掩著自己的眼 抱著兩條女 那我便遮光了 那又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的人性底線去到這裡 就不是不要抱著 因為他搶我的鏡子 遮住我的臉 可以按下他的頭 遮住我的敏感的地方 有一個是你喜歡的 大到對的那些 不是我喜歡的 但我不排除他可能喜歡我的 好吧 說回整體 終於鬥入大直路了 為何說回N年前 家聰微辣直播 她沒有弄之前她女朋友 沒有強迫別人落兒子 各樣沒有家暴 甚麽 說自己是一個好男人 昨晚較早時份 這個女生在IG 是否Story 她說她自殺 她自殺的方法 就是吃了一盒 整整一盒 二十粒的睡骨 還是睡骨骨骨 這一盒是治療別人 抑鬱的 精神科的安眠藥 可以令到你入睡 當然 我不知道她從哪裡買回來 還是醫生處方 是一次過吃完 我不知道她現在是在洗胃 還是吐出來 精神科的應該是要醫生指的 這是安眠藥 這隻 安眠藥也要的 知不知道 我曾經試過買安眠藥 我以為你經常煩惱我 我以為你做兩盒安眠藥 讓你大教訓 可以慢慢打機 誰知走到藥房買的時候 藥房說 所以安眠藥 現在要醫生處方才可以買 你不可以買的 就是這樣 對香港地下 老保一下大家 原來 事後緊急給人藥 都是藥房買不到的 我這麼大年紀 我求指深切 我當然不會買 上當年我陪過男生去買給女兒 唉 何必呢 周圍都問 都問不到 不是呀 我想當年也有陪過男生 我的男生朋友 真的 你的男生朋友 請問誰 不知道你的男生朋友 是不是我的男生朋友 總之都陪過的 都可以買的 但當時可能是20年前 我說應該是10年 事後避孕院 72小時內 總之這樣 長時間吃 就有機會沒有寶寶 但仍然有機會 看看對方的千萬萬萬 可不可以頑強抵敵 這個女生 tehklo 他 這個不知道指誰 應該是微辣的人士 微辣的 我想是否 ahead 他說他說要解決我 放心 我不用你解決 我會用自己的方法 去討回屬於我自己的公道 說了很多次 每個人都說Nayvon是混蛋 他當然是一個渣男渣宰 但是 為什麼那些女生永遠都要用自己的命來跟對方去較勁呢 你死了不是先死先贏的 你死了不是啊 那怎麼辦呢 他被人指罵 踢罵 沒刑事責任的 他令到你死 首先 豬隊友很喜歡站在對立面或者其他立場去思考一些事情 讓大家多一點角度去看這件事 第一點 豬隊友覺得 如果我是當事人 你只要拿排藥出來 空吵吵吵吵 你全部拔出來 說你吃了 或者你塞在屁股上也可以 扔了可以嗎 你拿照片出來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吃完你還可以拍照 放上IG的動態 還可以帶這麼大的文字出來 那我認為你不是吃了 你只不過是拔出來拍照去炒輿論風向 風向被你帶走 其一 其二 說真的 他說要解決我 你說這些是精神科學物 會不會他自己又橫停橫角 大家有沒有去接觸過 留意過一些有幻覺 幻覺幻聽的人 會看到一些很真實的幻象的人 跟他說話 耳邊不斷跟他說話 他會不會已經是有精神病 而這個他就是他幻想出來的人 大家不知道 那他就寫到我吃了整整涼排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醒 希望我可以一直睡到底 抑鬱跟我共存四年 現在去多人的場合前 都一定要吃鎮靜劑 同時被電話告知 通知我 你再說話 不是我 是我有兄弟想幫忙整死你 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你的歌和片 你不是得罪我 你是得罪整間公司 我想問 薇辣是否真的這麼兇呢 其實薇辣在澳門一定是有地位 因為他都是屬於澳門初代的一個 叫做有條理有架構的一間娛樂公司 我們可以叫做 之後有其他就 學他這樣做的 例如飛夢那些 大家都有意識能長 有看開記 說真的 出色的 在他的圈子領域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哥的 在澳門來說 甚至放諸香港 這一類型 比較有架構的Youtuber 我想薇辣都應該數一數二 對 數一數二 另外一間 如果不是他都不會有那麼多藝人 直接那些節目搞得好像是電視台一樣 說到藝人 雪姨 雪雪BB 又出來 還有 我在Face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整天都看到他有死人廣告 我已經很用心 逐個逐個去平閉 隱藏 然後 任何理由我都選過 但都展示 我看到他的搜尋規定 或者推動的情況 就是26歲以上的女性 我快要收驚 我不會買化妝棉 不要再推動給我 我看到他的廣告真的很勾心 那沒辦法 對 這些電腦殺出來的 那朱杜佑就沒有看過你這些 因為你不是26歲以上 是女性 所以現在呢 有很多都很恐怖的 其實無論是任何任何 牌子或電話 這些廣告的自動選擇 推送 推送給你那些 其實已經拿了很多個人的資料 或者看過一些東西 可能說你突然之間在IG 或者Facebook按過某一類的圖片 或者是讚過的 他就會突然之間瘋狂 將這一類的東西 傳給你 就像朱杜佑最常出現的 是什麼廣告 大家猜猜 病兔 當然不是 我沒有需要 幾十歲人 最多就是假髮 有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抖音 因為你看過一次 很好笑的 假髮有兩條嬤 當我剷了地中海的髮型 跳舞 全身放在假髮 一邊唱歌 一邊的假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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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朱杜佑 自從看過一兩次之後 讚好 朱杜佑的IG 就是滿滿的假髮 大哥 一按一次進去AV的女兒 然後全部人家有一個 連帶相關的推送 全部都是這些 沒所謂 我希望她可以推送多些給我 真狂我的眼界 大家做了這麼多年 無論你不要再拿 當然抑鬱症是一個很嚴重 或者自己很難拿自己的能力去對抗 就算有醫生幫忙 都未必可以很快地根治到 抑鬱症伴隨著情緒病 患聽 但也不是死的原因 還有她說這麼多話 這班獸頭 說我們準備好日 你的歌和片 跟當年2019年 我不管大家的政治取態是什麼 最喜歡搞什麼 搞那些輿論戰 做一首歌 宣揚我自己的宏大理想 然後去笑隔離 這些是最經典台灣人的做法 台灣政治的打仗 紅藍和綠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宣傳 你看看蔡英文 每當是大選的前夕 就有很多醜聞 黑材料 爆出來的 平時 相安無事 你講來講去都是打網上的輿論戰 現在不是幾十年前 報紙當我找一個人去砍你 砍你的手 然後多了就捅死了他 你不喜歡講飽 你在網上講完 你出十個帖子好嗎 你出十個帖子 下面的人都覺得煩 其實是的 時代變了 當然 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選擇 在網上的世界去講自己想講的事情 可以影響到人 也可以影響自己的 問題就是 你這件事 人家控制不了你 但是人家有時看到你 做這些事情 會不會有其他的動作呢 因為你也知道 你在網上的世界講的事情 可能會有些不好的風向 打給自己 你跟以前不同 以前可能媒體只有雜誌 報章 當然你當然是 誰早講 誰可以主宰風向 今時今日就不同了 正是你有你一句 我有我十句 大家互講互數不是 看見這個新聞這個帖子 我想豬隊友應該 藏著自己在這個廁所 哭足一天 嘩 流馬車當年吃過十五歲的鄧月萍 不是 我突然看到他呆了 什麼 流馬車跟鄧月萍的合照 就是流馬車下面打的什麼 鄧月萍 當年我沒有好好珍惜你 我很後悔 我真的不想你再為我傷心了 今後我一定會好好做人 我會好好保護你 因為我愛你了 我想給你幸福 怎樣 等你便廢了 鄧月萍是我的 你覺得有沒有吃過呢 當然沒有了 不會吧 鄧月萍給他吃 當然鄧月萍 大哥 被星雷那件衣服爆開了 衝出來 胸口搖一搖 殺敵無數 不少男生被他 波打一躉都 弄到躺下了 豬隊友都在內 你這個流馬車 瘋喪傻 你會吃到它 其他人 他有沒有被人吃呢 我不知道 我親眼見過鄧月萍和杜恒林 在車內 說的是低身的跑車 在你一口 我一口 在互餵魚蛋 燒賣 這個是我自己 不是我朋友 不是heer state 是親眼見到 那時候我們真是傻子 又不會拍下他 傳給平安洞 平安洞 當年我有朋友 他都拍過這些娛樂爆料 好像一開始 傳給平安洞 新聞有1000元 如果不知道 他這宗新聞的熱度 有多少 不知道好像有5萬元 還是2萬元 再給他 如果我當年 和朱瑟還會這樣拍的話 都不得了 起碼賺兩餐 先查錢 我覺得杜恒林和流馬車 你說流馬車很差嗎 不是 杜恒林也是一個死矮 還要打女人 杜恒林有錢 有錢不一定給你 傻子 但問題就是 首先你的配套一定有 你和流馬車 坐巴士坐小巴吃魚蛋 他不會打我 打女人這些 杜恒林打和你打 是兩樣東西 人家是拳王 雖然他是輕量級 杜恒林很肥仔 跟朱瑟一起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縮水肥 不是 縮了水的一個酒桶 但是 像你說的 他有小朋友 也有很多女生 有錢就贏 有錢就贏 有錢還要跟你說 六豆腹肌有沒有身形 有錢就行了 那我加油 你現在可以去報名 做何艷娟條仔 為什麼呢 人家說 我對男士的要求 不要錢 還有我吃普通的餐廳 都可以 我一點都不追求金錢 但我已經分了這個 航生的頭碼 是不是吳智誠 一半身家 大半身家 有億億聲的 嘩 真是 名字我都感覺到 好艷麗 何艷娟 人生勝利 結婚改變命運 升 艷娟 知道我昨晚發夢 夢見一個女人 向我伸手 可能就是你 我找到一個真愛 聽到你的背景 簡直和我 很合襯 你不要超雲嗎 有奶便是糧 你買新車 你就要超雲請示她娘 但艷娟妹就不需要 她自己是駕著自己的命運 直接買什麼車 我喜歡哪款車 她給我代理回來做 還可以 你這麼有錢 唉 這些就是傻子 為什麼那些男人 永遠都說 假大胸 哎呀 那個女生其實真的很漂亮 她一定不是為了我的錢 大哥 我在你身上拿了錢回來 我就追求我的真愛 你看呂麗君 現在旁邊那個 健身教練 我還要服侍你 這個死老傢伙 我談冠 你走吧 那倒是呀 很多事各取所需 每樣東西 大家都有大家的目的 難聽說 角懷鬼胎 看看你的誠婦有多深 或者你最喜歡的目的有多少 有些人 就可能說 伴你中佬 反正你都擺不得過十年 隨便吧 做好人做到底 是不是 有些就可能說 你的老人 我和你走多兩天 我都嫌臭 一結婚 轉頭就離婚 想瓜分你的身家 看看你本身遇到的人 是願意用一個謊言 騙到你中佬 還是那個謊言 就像氣球一樣 一刻就爆 大家我不知道 有沒有在抖音 或者在大陸直播那裏買東西 我一定不會 首先 直播帶貨那些 根本上那個產品 就不會因為那個人的加持 質素變得好 或不好 尤其很多年 二十幾三十年前已經有 有些電視節目 不停在推送那些 捲腹機 是吧 看到一個鬼妹 很好身材的 不停在心津 然後就買她那個牌 收音夾 差不多 都是那些東西 夾在大腿內側 不停夾一下夾一下 我們也叫收音夾一下 但是呢 看看看看真的有很多人 落單買的 很多的 喂 你不知道你記得嗎 那些年輕的聽眾 就未必知道 當年呢 朱隊友小時候 就很喜歡看大台的宣傳二廣告 很多東西看的 那你有沒有看警熊顧問 警熊顧問 一定有的 哈社 認知金武宗 請傑豪輕鬆 警熊顧問 別人 我知道 但是伴隨著之後 就一定是金武宗 還有殺他死 沒錯 你知不知如果從香港來講 當年都一定有不少人落搭 那朱隊友有時候看一些 美國的電視劇集 有些很喜歡拍80年代 70年代的電視劇集 永遠都有一些橋段 就是那些男人女人 那些肥老肥婆 就在家看著 美國的宣傳二 見到人來做運動 就會不斷按鈕 打電話落單 買東西 都很多的 以前 買來買來買東西買東西 我現在最喜歡說這句 那為什麼我突然說直播呢 大家如果有聽 有看開 一定知道 現在大陸很紅 我想應該是跟那個 李佳琦差不多 都是直播主 小陽哥叫做 請過很多大聲上去的 喂 我這麼不看這些的人 我都知道他是誰 就證明他真的很紅 小陽哥和大陽哥很Hit 最Hit不只他們兩個 還有他們兩個老婆 就是了 為什麼他們兩個 可以找到這麼漂亮的老婆 大陽哥的樣子 就像韓仔 小陽哥的樣子 真的很像菲律賓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陽哥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像當年的劉家輝 劉家輝是誰 還是張家輝 張家輝還有一個影帝 經常都拍韓戰 裝好老的 張兆輝 忘記了什麼名字 很像樣子 也很帥 為什麼說這對 大陽哥的老婆 我覺得是微調 小小微調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但是她的小陽哥的女朋友 真的 是老婆來的 很像這個 今屆講者 范冰冰 黃敏馳 她是漂亮 但你一看下去 就知道她是整個容 是嗎 我什麼微調都有 但是 不是微調是整容 哦 但是也真的是 整容是動刀 微調是動針 大陽哥的老婆 就是 延熟的漂亮 而小陽哥的老婆 就是那種 精緻 精緻靈動 有點野蠻 那種 捧在父母手心 養大 那種千金的感覺 我不敢說 小陽哥的老婆 我看過是由她們 適於微時 讀書的時候 一起拍拖 當年小陽嫂也有說過 帶小陽哥回家 小陽嫂的爸爸媽媽 都不太喜歡 因為他們很窮 問題是她最後 自己可能搞抖音 現在不得了 最近帶小陽哥去的 三隻小羊 建了一棟建築 大樓出來 是她總公司 那我想問她 去day one的樣子 是否這樣 誰去day one的樣子 小陽嫂 差不多更漂亮 以前好像沒那麼漂亮 以前是 仙氣逼人 有可能嗎 我先做資料 又被人吵了 就這樣吧 拜拜